接下来要带您掌握东南亚动态 现在有很多国家经济放缓 以及房产供应过剩的情况下 对于钢铁的需求减缓 WTO支持钢铁价值链重组 朝低碳产业发展 泰国大型的热亚卷钢制造商 就计划未来三年之后 要投入45亿进行20年来的最大升级 越共总书记越南国家主席苏林 12号晚间在越共中央总部 会见到访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两人会谈并且签署了十项的合作协议 将妥善处理越中分歧 扩大海上合作 新加坡公布了第三季的经济成长加速 主要是由制造业的反弹带动的 同时金管局也第六度的宣布 货币政策不变维持紧缩政策 没有追随全球转下政策宽松的大潮 原因是与稳定物价的目标相符 另外看到是印尼的北模陆加省 一辆在有了省长候选人班尼的快艇 突然起火爆炸 造成班尼在内总共6人死亡 那么警方指出当时班尼搭乘快艇 需要去参加竞选活动 但没想到快艇起火的原因 那么现在还在调查当中 印度的邦议会议员前部会首长西迪克 还有他的儿子在孟买遭受枪击 胸口连众多枪身亡 当地下个月将举行关键的邦议会选举 目前警方已经逮捕了两名的嫌犯 还有一人在逃 也对其背后的邦派展开调查 以上的讯息是由泰国世界日报提供给您